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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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用心人物 他是我们国立阳明大学维生物体中心的执行长 蔡英杰博士 哈喽 蔡老师您好 嗨 永儿您好 蔡老师不但在这个阳明大学任教 而且也是台湾乳酸菌协会的名誉理事 最近就写了一本书 长命百岁 只不过这个肠是胃肠的肠 为什么我们的胃肠真的跟我们的这个长寿健康有很重要的关系吗 哇 这个相当重要 就是我们发现到肠道它敷泌很多 它跟我们消化有关系 它反映饮食 然后肠道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我们有七成的免疫的细胞 免疫的这种都未在肠道 所以你情况下你肠道肉不好的话 然后你全身免疫 免疫不好的话人生是黑白的 就是因为肠道最大的免疫器官 因为肠道是我们身体最危险的地方 吃下去所有的毒物 毒素都进到肠道去 所以我们的上帝在设计我们身体的时候 他把大部分的免疫系统来保卫我们的肠道 但身体的第一前线 然后最近又发现 以前我们最近会常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对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为什么 这个说法其实因为你解剖学看进去 解剖学看进去 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肠道神经系统 它的比如我们大脑 大脑是第一大脑 它有一百亿的神经元 肠道也有五到十亿 我们大脑以外最大的一个神经系统 而且你看到胚胎发育的时候 一群原始的神经细胞 它会发育然后向两边走 一个变成大脑 第二个就变成肠道神经系统 第二个大脑 所以它是平等的 这个肠道神经系统在做什么事情 它会控制肠道的蠕动 控制这些这些 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它去跟肠道菌去对话 跟肠道菌对话 不是跟大脑对话 不 这边跟肠道菌对话 还有跟它反映肠道里面的一些 一些营养消化的状况了 把这些讯息综合起来 向大脑去通知 透过米酒神经到大脑 但是问它要健康的话 不老的话 很多人现在就要讲说 就是你要补充益生菌 对不对 我们肠胃里头 不是就已经有很多菌了吗 没错 这是相当好的问题 我们肠道里面有上百兆的菌 然后大概种类 种类大概是 其实所有的肠道菌 差不多三四千种 你说存在世界上的 还是我们肠胃里头 存在哺乳动物的 可是每一个人 大概七八百种左右 其实也是蛮复杂的一个 这个肠道菌怎么形成 比如说用而你跟我的肠道菌不同 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人跟人有差异 可是为什么要补充益生菌 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这个肠道菌的平衡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你饮食不正常 压力太大 压力很重要 你不运动 你吃药 你生病 肠道菌都会偏掉 偏得很厉害 所以这种时候 它不容易自己调回来 所以益生菌是一个 强力改善 它的肠道菌的平衡 的一个手段 那如果说我们肠道里头 每个人都有七八百种菌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 我要补充哪些益生菌 我现在的益生菌 是往哪边偏离了 该补充哪些 所以益生菌 只要A种益生菌 可能对你很有效 对我效果不那么好 所以它是一个平均值 比如说我是有60%好处 你又有90%好处 你是一个good responder 就反应好的人 我是一个poor responder 所以我效果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要吃久一点 我要吃多一点 用这样去调的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说我们也应该 常常换品牌 常常换不同种类的益生菌 你如果只吃排便 排便顺利这个地方 你真的可以试不同品牌 可是品牌白白种 要怎么调 看它有没有科学团队 蛮多 我们台湾有几个产品 是真的有科学团队支持的 看这个至少可以 然后你买来吃 适合你 你就继续吃 但你要吃一段时间 不适合你 你再换别的 会有不适合的状况 有啊 效果不出来 OK 那我们知道了 益生菌对人体有好处 那猜不适 等一下回来还要告诉大家 甚至益生菌 有可能也会影响 妈妈肚子里的胎儿的大脑发育 啊 为什么呢 我们等等马上回来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 用心过生活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POP 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这位用心人物 他是国立阳明大学 维生物体中心的执行长 也是我们台湾乳酸菌协会的 名誉理事的蔡英杰博士 那最近蔡老师写了一本书 长命百岁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肠味道 跟我们的健康 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补充益生菌很重要 但是蔡老师刚刚有提到啊 每个人呢 其实这个菌相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所以可能你就要去尝试 市面上头的一些 这个有品牌的 有科学团队在后面 研发支持的一些的 这个益生菌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是 我们其实现在在 这个市面上看到的益生菌 他都会强调说 他的菌种是什么菌 对不对 然后这个菌株数有多少 对不对 可是坦白讲 那对我们来说 看都没了 我怎么知道 什么龙根菌 跟什么双齐杆菌 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然后那大家写的好像都是几十亿几十亿起跳的 那这菌株数不同 这到底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说 大概要达到多少是会有效果的 然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讲说 你的多有什么用 根本通不过胃酸的考验 根本没把我定住 对那也没效 是不是这样子 对好 这是个蛮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的概念 我认为它是迷失 就是益生菌没有办法通过胃酸胆盐 没错 如果是一般的 像比如说我们做优肉乳的菌 那个赤热乳感菌跟保加利亚菌 这两只菌基本上不太会通过胃酸 可是真的好的益生菌 像我们研究是开发菌株的时候 我们第一关就会让这个菌 放到人造胃酸 人造胆盐去 它如果通过考验 就晒掉了 因为我后面开发花太多钱了 因为有人说 你从英德大便拿到 拿到的是比较容易定值的 对我而言 它从哪里出来的 我不是很care 我不是很在乎它 因为反正定值 就是大害菌都会定值一点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要看的是 它的功效性有没有出来 我不管它是从泡菜 还是从母乳就出来的 不太能够说服你 不管它是黑猫白猫 只要会照老鼠的都是好猫 功效是最重要的 功效之外是安定性 还有加工性 它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发酵出来 然后我们最近确实遇到困难 我们有一只很好的 睡安眠的菌 怎么发酵都发酵不起来 搞了两年 意思说你除了功效性 除了安全性 除了安定性之外 还有它的大量生产性 发展性 对 这都很重要的 这个是生产者要考虑的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我们只要考虑说 我吃下去会不会有效果 我刚刚其实 另外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从婴儿大便分离的 这个部分 因为我另外还听过 人家讲说 从婴儿大便 如果可以分离出来的 这个菌的话 就代表它是我们肠道里头的原生菌种 那如果它们真的是原生菌种 我们是不是应该多补充原生菌种 第二个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补充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原生菌种 去繁殖的这些的医生员 好问题 其实我们像医生用的主要的菌 都是所谓的 乳酸感菌 跟双齐感菌 就比肥德氏菌 这那种菌 基本上都在我们肠道里面很多 像小孩子 很多是比肥德氏菌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除了补充益生菌之外 也应该补充一些 可以帮助益生菌繁殖的 所谓的益生菌的食物 你的概念蛮不错的 这个真的 所以我们像我们在 我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一定是菌 加上我们叫益生质 有时候叫益生源 大陆叫益生源 或者有奇怪的名字 怎么益菌生 什么的 因为这个菌是可以帮助 那些肚子里面的 雙气感菌 大量生产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很重要 所以吃益生菌 是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还是有些人可能 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我当然很想讲 有百利无一害 可是至少益生菌 是到现在所有健康食品里面 几乎最安全的 像有一个论文检说 在欧洲吃一种菌 它吃了快百年了 可是它的有问题的例子 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 还是有 有啦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LGG 这种菌 有些你生病都免疫力很低的 有一个例子 它会跑到心脏去 当心脏发炎 等等例子会有 我们现在对那种重病的人 我们还是很注意的 所以吃益生菌 也还是有一些禁忌要注意 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做化疗 那要注意 你刚肠道开刀 你就先不要吃 那即兴起过去 你再吃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种菌 是不是 对 我现在指的是 重病 癌症到末期 很严重的免疫失调 或者是刚出生的小baby 就还是吃奶的小baby 等等 我们都比较紧张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孕妇是不是也最好不要吃 No 孕妇要补充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到 妈妈的肠道菌 影响小孩子的大脑发育 影响小孩子的免疫系统的发育 所以你妈妈肠道菌不好 妈妈便秘太严重的话 小孩子是以后数学考不好的 看一下 就说会影响他的脑神经的发育 这种有严谨的科学数据 影响你的代谢功能 比如有时候我要喝水也大口 喝水变胖 搞不好跟你早期 我们叫生命早期的 生命早期的肠道菌有关系的 因为你孩子从产道出来的时候 会接受妈妈的菌 就妈妈菌接受过来 那还有就是母乳 因为妈妈的肠道菌好的时候 母乳菌也会好 因为母乳是供应小孩子 这个菌跟糖类 是产道跟哺乳的时候吗 还是说在胚胎发育的时候 那个透过期待的补充 主要是它生出来的时候 妈妈的菌会过来 然后在怀孕的时候 这边还不是很清楚 怀孕的时候 妈妈的肠道菌 会影响可能 影响妈妈母体的免疫系统 而透过怎么样的层次 去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这是很清楚的现象 你知道了 只是肌转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OK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就是 真的你怀孕的时候 你要多吃医生菌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要继续请教蔡老师 因为您刚刚聊到说 其实医生菌现在的发展 已经不只是我们最早期 知道的什么消化 这个便秘 甚至提升免疫 现在更加发现说 你说包括精神情绪 这些都可以透过 医生菌来改善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待会来继续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 用心过生活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POP 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 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这位用心人物 他可以说是我们国内 医生菌研究的权威 是我们的国立阳明大学 维生物体中心的执行长 蔡英杰博士 那蔡老师刚刚有跟大家 聊到很多医生菌 要挑选各方面的注意事项 其实现在医生菌的研究 你发现说 已经不只是改善 我们的肠胃道的消化的部分 因为你说肠胃道 其实算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所以他其实能够 对于一些什么 自闭症 陀锐症 或者巴金森症 这些跟我们神经传导有关的 也都有帮助 其实这是一个 大概这十年 或者这五年的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 菌脑长肘 菌在你肚子里面 透过肠道神经系统 肠道免疫系统 去影响你的大脑 这是非常新的一个应用 我在大概十年前 就大概这个观念 在萌芽的时候 我就开始抓到这个机会 我就开始营救精神医生菌 我开始是做老鼠的压力反应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 让老鼠变忧郁 就是老鼠一生出来 第二天到第十四天 每天让他跟妈妈分开三个小时 这叫母子分离 这样的小老鼠八成以上就变忧郁了 把这种优越老鼠扔到水里面去 它不游泳的 老鼠不会淹死 自然的 它不挣扎 然后再来 我就开始把一只菌一只菌给喂它 就真的就找到一只菌 它就是让它老鼠扔面油 就改善它 它就有求生的依据了 然后就连着这一做一大一串的实验筹 这就做了现在做精神医生菌 当然理论基础就是菌脑常走 我每次讲医生菌的研究 盖棺论定的是临床实验 要做人的实验 人的实验很花钱 还好因为我是医学院的教授 我有很多学生在医院 觉得学生都跑来找我做 比如说我们做自闭症 我们以第一篇paper已经发表了 第一篇论文已经发表 我们第一次做的是七岁到十五岁 发现到这只菌 是一个月而已 当小孩子的好动 冲动 还有反抗 不守规矩 这种行为改善 那我们现在跟马街医院 因为看上次做七到十五 我们发现好像年纪小一点 效果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 两岁半到七岁 这个我们要打算做两百个 在马街做 那我们跟哈佛大学 跟麻省总医院 又在做另外一个六十人 那他是用那个脑噪音的技术 在配合 我们在做 那我们现在 反正我们自闭症的临床实验 到处各国 这样有七八个在做 其实你自己本身有一个新人的小孩 也是有自闭 对不对 在我书里面 他有帮我写了一个 那妈妈有写一段话 我开始 其实他是我第一个 吃我的 还在实验阶段 他就拿去吃了 因为那是我姐姐的家人 孙子 他吃了以后 医劳工十五分钟 他还是跟他讲话 他还是不讲话的医生剧 我不相信 我讲话的自闭症 对 我说我不相信 我是医生剧的专家 十五分钟还在胃里面 还没进到肠道 后来我现在想起来 为什么十五分钟就有效 是因为肠道神经系统 从食到胃都有神经系统 他那时候就跟肠道神经系统 在说话 在对话 那么快有效 所以他就一直吃到 现在四五年了 我不止 只要四五年了 他的自闭症就真的改善很多 可是我要特别讲 自闭症是一种spectrum 就是一种图谱 很多不同的自闭症 每一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是有效的 没有效的 这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 我们尽量在不同地区 做不同的人群 做不同年纪 来看到底这只菌 对什么样的自闭症比较有效 这我们现在研究的 大概要花三年到五年 那您刚刚提到说 那个小老鼠有忧郁症的 如果喂食了这样的菌之后 它就开始有求生的抑制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人的忧郁症也是有效的 其实我刚才忘了讲 我们做这出来 小老鼠这个出来 我能发现到 为什么它的忧郁症改善 我发现是因为大脑的多巴胺 跟血清素上来 血液里面的压力荷尔蒙降低 所以这样就有效 然后因为多巴胺 跟很多疾病有关系 所以我们开始努力做自闭症 做陀瑞症 还有巴金森 对 巴金森绝对跟多巴胺 对绝对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大巴金森也在做臨床实验 我那门 小命百分之三 那里面就有一个案例 他亲自写的 他已经都不太能够走路 这样都开始吃我们这支菌 他才吃了半年 然后去万方医院回诊的时候 那医生就说你是不是要减药 然后过了几个月 医生说你不要吃药了 因为整个走路都改善了 所以停药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都没有再吃药 他现在都跟正常人一样 那妥瑞症呢 我们有一个也是我女儿的朋友 她是很严重的脱雷症 她严重到没有办法搭飞机的 因为她会乱七八糟 就是会想到其他乘客 她吃这个菌就真的改善很多 我不敢说她好 她不可能好 可是症状会疏解 因为她基本都是多巴胺 血精素跟压力荷物 跟着有关的病 我都去试 像一种叫雷特斯症 这很少罕见的疾病 她效果也是有的 雷特斯症很可怜 那个会一直退化 一直退化 可是至少她身体会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做那种实验你会觉得 我有时候越讲越激动 会很感动 因为你发现 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 我经常讲现在这个时代是益生菌2.0 1.0时代你也许不必太要求品质 因为你只要求她便秘改善 可是现在2.0时代就两个 因为益生菌功能越来越多元化 精神 免疫 代谢等等 所以你可以对益生菌要求更多 我们学界从这两年 很多一流期刊都开始会 真的是找益生菌的毛病 可是都是多好事情 对消费者 同样你以前不在乎你吃的是什么 你不在乎它放在常温菌有没有死掉 你现在就要在乎了 所以一个你可以要求更多 同时你要检视更严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益生菌的保存 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我觉得益生菌最怕就怕温度 虽然有些厂商说 它的产品不怕热 不必放冰箱 我觉得它是一种宣传手法 益生菌怕的就是温度 所以尽可能你把它冷藏起来 就是不要冷冻 冷冻不行 冷藏起来 冷冻也会使得它的活性消失吗 因为冷冻冻结溶结是一个伤害 可是也不要太紧张 比如说你在这种天气三十几度 你从这边A地方到B地方两个小时 这没有问题 可是我是说最好你把它冰起来 好所以这个长命百岁 肠胃到要健康 对不对 不只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还包括我们的免疫力 还包括我们的精神方面 都可能透过益生菌来做一些改善 祝大家长命百岁 对 祝大家长命百岁 好我们谢谢蔡老师 您的这个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 也要提醒您 我们的用心过生活 每周的节目内容 会在礼拜一 我们的音档 就会上传到YouTube官方频道 所以请大家前往YouTube 订阅我们的 917PUB Radio官方频道 回顾我们各级精彩的节目内容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下周日中午十二点钟 POP Radio王永和继续与您一块用心过生活 我们下周见 拜拜